以沉稳专注的申请将一套品试动作打得虎虎身风 他是桃圆市幸福国中跆拳道队队员郑胜耀 在今年入选了国首代表队 成为学校第一位跆拳国首 并在日前参加了2023亚中少年跆拳道品试锦标赛 首场国际赛事就与同伴们一起栽下了男子团体组金牌 为国争光跟为校争光 这事要表示当初自己是抱着挑战看看的心情参加选拔 参加全国集训得知被安排要打团体赛时 和其他选手的差距让他担心是否会拖累别人 又是人生首场国际赛事让他感到非常紧张 但整体恶言让他稍益良多 最后拿下金牌更是充满成就感 他也向学弟妹们喊话 肯定大家都有钱力能和他一样未来挑战国际赛事 第四名入选国家代表队 蛮有机会 机会蛮大的 所以我就拼拼看 对 我们怕我跟不上他们的 也动作跟节奏有差 就是可能那边比较专业一点 非常紧张 对 因为第一次比国际赛 有看到很多别国都蛮强的 就是看到很多打法不一样 跟台湾不一样 那最后拿下金牌 你个人的动作 很开心啊 很不容易 那你有没有什么号召要对自己 加油 你们也可以的 希望能跟我一样 幸福国中跆拳道品试项目教练侯宇婷 也分享三年来 一路看着郑胜耀成长的观察 看似充满自信的他 曾在去年因为压力太大 一度陷入低潮 甚至还无故不来训练 索性在教练和队友努力开道 以及选上全中运桃源代表队 队员资格后 渐渐恢复了自信 甚至入选国手 让教练感到很欣慰 并非常感谢其他教练 对郑胜耀的指导 让他能有机会为国争光 也期许他未来能初心不变 坚持到底努力不懈 去奋斗自己的未来 盛耀一开始进国中的时候 就是还是一个蛮绵腆的小孩 然后可能目标性还没有这么强 就是可能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度想要 可能教练给的压力有点太大了 然后就是给他设的目标 可能就是要选到全中运 加上全清之类的目标 他一度想要逃避练习 但是后来选上桃园市 全中运代表队之后 有开始慢慢的调整回来 然后再来就是得名之后 然后又选上全清 然后再来就是国手选拔 也是一样选上 然后让他的自信度增加 然后让他的实力也增加了 他训练的时候 对自己的要求是蛮高的 因为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当他就是有时候没有自信的时候 可能低潮期的时候 就要用鼓励的方式 然后他就会比较有自信一点 就是希望初心不变 然后不要再逃避练习 自己的未来要自己掌控 自己没办法知道你未来是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就是努力跟坚持就对了 学校出了第一位国手代表 幸福国中校长庄文凯 也在先前招会上 邀请郑胜耀向全校师生 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希望这段特别的经历 能勉励他与其他同学们 勇于踏出硕士圈 挑战更高的殿堂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我们也利用这一次 我们的郑胜耀同学去 去国外参加比赛回来 也跟我们学生做了分享 他里面分享到两点 这个我觉得很棒 第一个 因为他们参加的是团体秉士 那团体秉士呢 跟我一起比赛的这个队友 其实不是我自己学校的队友 所以他们前面必须 经过一些磨合训练 那在这一块呢 曾生耀同学他就有讲 他说他从前面刚开始的紧张 然后到后面可以跟他的队友 搭配得非常的好 其实这个历程对孩子来讲 就是一个很棒成长的一个历程 有机会成为国手 到国外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选手 也可以看到人家的优势 那我想这个对郑生耀同学来说 一定也是他人生当中 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 那我也其免我们郑同学 跟我们其他的学者 未来有机会 一定还是要继续争取 可以取得我们台湾的代表权 我们到国外去参加比赛 让国际间看到台湾 这上九年级的郑生耀 目前也担任幸福国中 跆拳道队的队长 挑请带领团队和教导学弟妹们的责任 教练也期盼他能传承这些技术与经验 激励并带领整个团队 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接着聊天团队的报道